在我們那個時候打殘的時候有三天 我們不准帶任何的化妝品 連那個化妝水都沒有 所以完全是溯源 只好接受自己 我的先生說 後來他禁不住我的遊說 他也去打殘了 他是我的學弟 17期比我晚了很多 然後他說他那期有非常多的大明星 包括了林青霞 吳宗憲 他說可惜這麼好的機會 而且他們都素顏 可是我們都不可以 眼睛不可以直視別人 所以他說這三天呢 他到現在沒辦法想 沒有看到這個林青霞的素顏 他覺得非常的遺憾 但是那樣的過程 也不能講話 也不能講話 所以呢就跟自己好好的相處 重新認識自己 拿掉面具 看看自己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過去那些創傷挫折 都是上天給你的禮物 然後你今天能夠走到這裡 真是非常的幸福 我就接受了自己 然後接下來就是 聖言法師說 眾生顛倒 他還有一句話就像當頭棒喝一樣 他一說我就像被棒子打了一下 他說眾生顛倒 極苦以為樂 意思就是說你們的思想都是顛倒的 你們認為樂的事情其實都是苦 所以在那幾天裡面 我就開始想 到底哪些是我以為的樂其實是苦 後來就是貪稱吃賣移 然後當我把這些都丟掉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心好輕鬆 當然這是一段漫長的過程 不是在那三天裡面就丟掉 但是那是一個開始 那我最記得 我最大的問題是稱 因為我個性很急很急 當記者又讓我更急更急 所以當急的時候呢 你的脾氣是大的 因為你就覺得 每一刻對你來講都很重要 所以每一個事情你都看得很重要很急 所以我常常就是處在這種急怒的狀況之下 有一天我跟我的攝影團隊 約好了要去訪問一個人 我擔心他們找不到那個人 所以我站在大太陽下 站在那個十字路口等他們 然後呢居然他們很不準時 慢了將近半個小時 所以我在那邊起先十分鐘還好 到了中間的十分鐘已經難耐了 到了最後的十分鐘前 怒不可惡 還好在這個時候呢 我忽然看到對面有一個廟 廟上面呢裡面呢有一個寫 寫的一句話說 稱是心中火 我忽然想到天吶 我在過去的三十分鐘裡面 讓我的心一直在那個火上這樣子烤著 這對自己好嗎 然後我在想 如果他們待會來了 我這個火又把一噴噴的燒 燒向他們 那他們大概也一肚子火 那我們這個採訪 是不是就毀了 不毀的話至少也壞了 不會像那麼好 所以呢我就剛好 開始修煉自己 把那個火滅掉 他們來的時候呢 也就輕輕說 反正已經這樣了 那就接受他吧 所以我們就繼續 完成一個很好的訪問 所以貪稱吃賣飲 一件一件 我的個性很急很急 能夠到今天 我覺得真的是進步很多 所以進步就是快樂 所以我也覺得快樂很多